昨日,电影《港九》在北京首映 发布会上主演徐征,赵薇等人悉数亮相 期间才对的提问进行了回答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赵薇 为什么会接《港九》这部戏的原因 而赵薇的回答也是令人忍不住爆笑 发布会现场,《港九》在北京首映 徐征的这部新作,没有了老搭档王宝强,黄博 加入了包贝尔,赵薇,杜娟 包贝尔的角色是王宝强的角色类似,负责添乱 赵薇和杜娟则分别演 片中,徐征所是主人公徐徐来的妻子和初恋 代表现实和理想,徐来对初恋的一个未完成的吻 念念不忘,在香港试图找他完成心愿 可是一路遭遇傻白小舅子包贝尔的赌篮 九是不断,在首映发布会上 赵薇说,自己一般接一部电影,总会迎接一些挑战 我为什么接《港九》 因为我发现里面有一场戏,是我从来没有认真演过的 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床戏 所以我要挑战一下 发布会现场,赵薇和徐征演的夫妻一直怀不上孩子 很焦虑,所谓的床戏就是赵薇在徐征睡着时的一次造人行动 充满喜感 有意思的是,这天正好赵薇老公来探班 徐征一抬头,我老公曾空出世了 然后他会很礼貌地说,你们先忙,你们先忙 徐征在最近这几年是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由一名演员转变为导演 《港九》这部戏可以说是《熊》系列的第三部 但也可以说是一个开始 电影将会在本周五,在全国各大影院扇映 《港九》、赵薇床战 与徐征激情肉搏 被老公探班刚好撞见 由于尺度太大,赵薇老公黄有龙直接被吓炮 画面尴尬又滑稽,虽然这段床戏很相恋 但是也充满喜感 而作为这部戏的女主演,赵薇当天发布会上面对提问 为什么会接这部戏?赵薇打绝回应 是为了激情戏才接演《港九》的 《港九》赵薇床战 画面激情四射不忍之事 赵薇以为人妻还接演床戏 与男明星激情肉搏他老公知道吗? 床戏历来是电影争夺观众眼球的利器 现在的影视作品,大多存在三多现象 极多小恋爱的剧情多,基本镜头多,激情戏份多 似乎一部戏中没有点三级激情片段 就少了些什么事了 《港九》定当9月25日闪演 近日在京举行首映发布会 发布会上赵薇回应在拍《港九》的时候 床镇被老公探班,撞见其拍床戏的场景 赵薇老公黄有龙看到他和徐征在拍床戏后 淡定的说了一句令人先忙,让赵薇大为称赞 这只有职业演员的家属 才有这样的心理素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